秋风起吃腊胃 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 秋意变浓厚 特别的想整一点腊胃饭来吃吃 今天铁头搞了三条腊肠 配上这南瓜来给大家分享一款 香糯好吃的南瓜腊肠饭 另外这里还准备了一小块的五花肉 提前泡发好的香菇虾仁 先来把这个小南瓜给它搓一搓 冲一冲啊 我们这不去皮的 把它擦干净一点 洗净后改刀给它切小块 南瓜的南啊要给它去掉 这个地这里也要把它去一下 用勺子把南瓜掉 这板地南瓜又香又糯 又非常的甜 再给它切均匀的小块 大家记得这个南瓜块也不能给它切得太小 要边焖好后南瓜都找不到了 腊肠切丁切片都可以 自己喜欢 我家女儿特意交代要切片 接着来切五花肉 五花肉我们切小块一点给它剖开 再给它切小片 我们挑选的五花肉最好像这种偏肥一点的来 可以给它炒出一点猪油 破发好的香菇和虾仁 我们稍微给它洗一下去掉沙尘 香菇和虾仁的沙尘还是蛮多的 没有给它多洗两遍 再把洗净的香菇切片 整两杯大米 想要包出来的饭更香 我们再加多一小碗的 这个是糯米 给它淘洗一下 淘洗两遍后倒在立篮中给它控一下水 铁锅烧肉淋入少许的油 把我们的五花肉放进去煎香煎出出油 用来焖饭的五花肉 那个油脂一定要给它炒出来 那样才香 炒成像这样就差不多了 表面焦黄焦黄的 现在先倒入香菇 把香菇的香味给它煸出来 香味上来后 把腊肠和虾仁给它一起倒进去 炒香后倒入南瓜 碗里面加入适量的盐 盐量一次给它加过 整点生抽 一小勺的蚝油 接着给它翻炒一下 把酱香味给它炒出来 最后我们把控好水的大米 给它倒进去 翻炒均匀 给它拌均匀即可 好 关火 炒好的食材全部给它转到电饭锅中 再加上适量的清水 这个水量我们刚好跟食材持平就可以了 比平时煲饭要少一点 像这样就差不多了 放电饭锅 人家煲饭锅就等吃了 饭好了 最后我们给它整点葱花 用勺子给它拌均匀 哇 整栋房子都喷香 我们的南瓜腊肠焖饭 就做好了 孩子们都能吃掉三碗 实在是太香了 喜欢的朋友一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